大开眼界 1893年,对于我来说是农墨重彩的一年 克里夫兰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 我刚刚在华盛顿旅行 后来我又继续北上 领略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风采 最后我还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由于一路上颇费周折 所以我不得不长时间的停课 鉴于这个原因 我也很难继续连贯地讲述自己的求学之路 1893年的3月 我在沙利文小姐的陪同下 来到了气势磅磅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脚下 瀑布从近百米高的缘崖上飞流而下 站在附近的高崖上仰望 仿佛大地和空气都在随着瀑布的蜜洞 而微微战斗 那种震撼令我无意然表 或者你们会感到奇怪 好像我这样又盲又浓的小孩 怎样体会大瀑布的绝美壮观 总是有人这样问我 既然你都看不到荊涂泡岸的空涌 亦都听不见巨浪击石的响声 这样大瀑布即使再美 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事 是无法用世俗的观念去衡量的 例如说爱与善良 宗教与灵魂 他们对于这个世界 正如大瀑布对于我的意义一样 这一年的夏天 我和沙利文小姐 还有幸在阿力山大贝尔博士的带领下 参观了举世祷目的世界博栏会 注定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经历 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里面 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神奇的幻想 我自然都不例外了 在这次盛大的博栏会上 我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 好像童年时代的很多幻想都在这里奇迹地变成了现实 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随着远航的水手 一起去做一次妙趣还生的环球旅行 借着大会上的精致展品 我的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我用双手将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模型 和奇迹景观一一苦膜 亲身体验了人类非凡的创造力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中 都迎结了人类最洁出的才能和劳动智慧 博栏会中有一个万国馆 顾名思义就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微宿展览 倘若在万国馆中 到处都散发着一股奇异而古怪的异域情电 各种神奇的事物凌朗满目 在这里走上一个圈 你会有种在各国间穿梭漫游的感觉 那个供奉着宽乐神和大象神的奇异市场 简直和书里描绘的印度是一模一样的 在唯秀唯妙的开罗市大沙盘上面 不单止聪立着一座座制作精美的金字塔和清真纸 甚至还有列队前行的骆驼商队 继续向前就来到古老的欧洲 你会意外地和著名的威尼斯招呼海后 每当夜幕降临 天上挂满了星斗 我们都可以在城市的灯光和喷船的襯影下 尽情于湖上泛舟取落 早在波士顿的时候 我就曾经登上过一艘红伟的军舰 我还曾经和他有过一张令人厌善的流影 不过我似乎更加喜欢博栏会上面那艘维京海盗船 在这艘带有传奇色彩的海盗船上面 只是住了一个水手 他就是这艘船的船长 掌管着船上的一切 无论是骤雨狂风还是巨浪涛天 他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畏惧 面对着死神的挑叛 他挺立凶堂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他对着空涌的波涛咆哮 我是海上的红鹰 他无限的自信和百智不老的頑强精神 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缩然起境 但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 现在水手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性命 他们一早已经沦为机器的脑袱了 距离这艘海盗船没多远的地方 还停靠着一艘圣马利亚号船模型 我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甲板 在船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哥伦布住过的仓室 值得注意的是 在船舱里面的一张桌上 还放着一个造工精美的沙漏 它令我浮上联篇 在当年的圣马利亚号上面 一群横临着望的水手们正在船舱中密谋反叛 而哥伦布就坐在自己的小小仓室中 照躁不安地望着不停下舍的沙漏法外 那一刻 这位戚册风云的伟大航海家 究竟在想着什么呢 我们恐怕都已经无从得知了 博栏会的主席斯宾塞先生对我照顾有加 他提前为我准备了特别通行证 有了它 我就可以随意苦摸博栏会上的绝大部分展品 我有此无恐地 细细苦摸着每一件展品 那种贪婪 就好像在秘老导取真宝的大盗皮萨罗一样 在这个奇异而贵丽的世界里面 我着了魔地体会着每一件栩栩如生的物品 那些精雕世代的法国铜雕 简直就是被赋予了灵魂的天使 我为那些杖心独运 神父奇迹的艺术家们所接曝 在好望角展厅中 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开彩钻石的完整过程 我兴奋地伸手去感触那些不停转动的机械装置 以便更好地了解钻石加工和生产的种种细节 我好幸运啊 竟然在矿物涂写槽中 摸到了一粒闪闪发光的大钻石 周围的人一片惊呼 他是这次参展的唯一一粒真正的钻石 在贝尔先生的一路陪伴下 我们参观了全部的展厅 每当遇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兴高采烈地为我们介绍 在电子器械展览大厅中 陈列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 不单止有电话、流星机 还有很多说不出名的新发明 贝尔先生为我们仔细讲解了 金属线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原理和重要意义 这个都是为什么电话和电报 可以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条件下 快捷传递信息的原因 所有这一切的神奇发明 都好像是普罗米兽斯为人间盗取的天火 正是他们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便捷和希望 最后我们还参观了人类进化史展厅 在那里我接触到很多文所未闻的知识 让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 是属古代墨西哥的玛雅文明遗迹 那些略显粗糙的石器 几乎是远古时代的唯一见证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发明文字 人类的历史只可以口耳相传 这些古老的石器 经历上万年的风风雨雨 就好像一座座永随不扭的风碑一样 祭奠着人类祖先们永恒不灭的生存印记 我原本还打算用手去触摸 去感受一下来自埃及的穆乃伊 不过在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斗争之后 我最终都是放弃了这一个冲动 从各个时代人类流下来的珍贵物集中 我了解到很多关于人类进化展的新鲜知识 这些都是过去在书本中未曾见过的 为期三周的世界博览会为我这次行程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受益非浅 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它不单止豐富了我的知识 开拓了我的眼界 更重要的是让我的思想意识都获得了掌足的进步 我漸漸从一个只会关心童话故事和玩具的小孩 成长为一个关心现实人生 注重生命体验的大小孩 优优独播报告 Ved active vivo